5、4、3、2、1 请结幕 新美式教育局日前和广达文家基金会合作 在英格工商举办饭骨艺术寻找活动 新美式教育局长林一华表示 将艺术文化带入校园一直是新美式的目标 所以长期以来一直和秉持文化均富的广达文家基金会合作 希望透过校园寻会展 让学生能够一睹艺术的文化经典 新美式这几年非常重视艺术教育跟美感教育 因为我们都知道人的生活一定要有美 所以我们这次要非常谢谢广达文教基金会 有两个系列包括饭骨画作跟文艺复兴的画作 希望可以把美感深入到每个孩子的心里面 因为我们都知道美一定要是每个孩子都能够有受到美学教育的机会 而不会因为你的出生背景而有所差别 广达文教基金会从以前2003年开始 我们就是做广达鱿鱼议计划 那就是秉持了董事长的一个一句话 就是文化均富的理念 所以我们用博物馆美术馆的展览品 用复制化的形式到学校去做一个展览 那从过去从台中到其他县市开始 到现在14年来我们已经在全台湾 22个县市都有一些展览 另外英格工商也特别和沙伦国小合作 利用话剧穿越时空 透过艺术对话让观众体验艺术家的创作精神 进而认识饭骨的艺术理念 在中小学美感教育是中小学所强调的 那这一次广道由于这个饭骨的话 是孩子们平常比较少接触 那所以当我们把这样的一个作品 跟孩子的美术艺术课做接的的时候 那孩子们从饭骨的创作过程中 以及他的作品呈现 会增加对艺术作品美感的素养 心业 他的那个笔触就是我非常喜欢的笔触 然后他的整个画风呢 就跟他之前的不大一样 所以我非常喜欢哪一串作品 对饭骨的印象就是那个星空 就是前面那个拉下来的布 比较有印象就是那幅画 然后就是他的画都是线条 就是风格都是线条这种 我觉得蛮特别的 广达文教基金会推广处副处长杨清志也强调 美感教育虽然不能用分数来衡量 但是透过各种熏陶 能够将艺术的美内化在学生心中 所以广达文教从2003年开始 也不断到偏向推广艺术寻展 让更多学校和学生近距离接触 文创经典 中间新闻林凯君英格报导